我说你一个人住没有要一个电冰箱的必要 所以你求不到 我说我这些年当中又求冰 他问我求什么呢 我说我要奖金 我需要参考资料 那个时候在台湾找这些经书典籍相当不容易 很难得有人给我介绍香港的志凯法司 我跟志凯法司没有见过面 以为他是个老法司 每一次写信我都恭恭敬敬称老法司 以后见了面才知道我们两个童年 志凯法司对我帮助很多 凡是我所要的这书籍 他尽量给我收集 收集寄到台湾给我 我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还他 没有钱呢就欠住 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了 几乎我开的单子 所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要顾及 他都替我找到了 其中只有一部时间最长半年 中观论书 这一部书的时候 他六个月之后才寄给我 很不容易找到 所以我跟这位法司说 我有求病啊 我求的是求得到啊 是我所需要的 你求了个电病箱啊 你没有需要啊 出家人在物质生活上 应当清苦 不应当啊 学化 你的那个求不如法 我的这个求啊 如法 如法如理 真的是 有求别 所以我对于老四的教诲 经典里面所说 深信不疑 所以从心而灭 干物不通 这八个字 就是 有求必应的理论与方法 是求在我 不读 道德仁义可以得到 身外之物 公民富贵也能得到 内外双德 是求有业的 我们应当要发心 求善不要求我 这个样子才好